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可也找不到了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被人叫了出去 我听小米说好像你过来了 所以来看看 哎 跟你来的除了那个小姑娘 其他的是什么人哪 抬杠的大才子 嗯 才子 锦儿眨了眨眼睛 宁与点头 很有名气的 哦 难怪了 那个胖子我好像见过 说话节从一楼大厅里传来嘈杂的声音 也有表演的情音混杂在这声音里 锦儿大概也有些什么事 自二楼朝街道开的窗户往外看了好几次 宁与便也探头看了一眼 无非是行人来往的街道 看什么呢 嗯 没事 不关你事 哎呀 你去跟那两个踩子踩杠吧 他想了想 轻哼一声 嗯 老实说 你们这些臭男人比斗的时候 没有女人在就不好玩吧 哎呀 终究是要在女人面前写的 要不然待会儿叫个人进去看看你们的唇枪舌剑 燕翠柔的两个姐姐今天在这里 是美人呢 哎 你总不会希望云竹姐去错配了 虽然她一定是顾着偏袒你 男人就是为了在女人面前显摆 袁锦儿这随口的几句话还真是一针见血 其实今天这事没什么可变的 张锐这些人有着自己的逻辑体系 千锤百炼 无懈可击 要说在技术上产生质变后的影响什么的 如果是秦老这种人 大家认识的也有些久了 或许会认真思考一分 这些人却不会 即便双方再诚恳 都毫无说服彼此的可能 这种事情就没什么诚恳的意义了 宁毅倒是打算回去之后 罗列一番有关奇巧银记的详识数据 把那两人忽悠一番 横竖也是闲着无聊 他下楼上了个茅房洗手再上来 数据也已经在脑海里罗列完毕 才刚刚进入二楼的走廊 无意间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后方喧闹的声音混杂着音乐传来 宁毅正朝房间那边走着 脚步声从后方奔来 然后将他的肩膀推了一下 逐渐二殿的店面宽敞 走廊也并不狭窄 那人要将宁毅推一下 显然因为心情很急 宁毅对这事倒是并不介意 那人是一名身材魁梧高大的汉子 看装扮该是来自北方 直接进了侧前方开着门的一间房间 就是那人了 那汉子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宁毅走过去时 有人也正关上了房门 里面几句交谈声隐约传出来 宁毅倒并未非常在意 他看着前方狼道的转角 此时已经没有了袁锦儿的身影 看他今天似乎有心事的样子 倒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正如此想着 他的脚步忽然停了下来 片刻手指在身侧敲打了两下 自学了陆红提交的那二流内功之后 身体素质毕竟增强许多 耳力也好了些 方才走过时似乎隐约听见了 那秦寺元身边 护卫之类的句子 却是无法确定 这时候退后两步凝神听曲 隐隐约约听见些残句 怎么回事 那房间里有人嗓门大些 倒也听得清醒 但一时间尚无法勾勒出全貌来 里面的人又交谈了几句 宁一举步朝前走 随后那门也打开了 里面出来的人应该是朝他看了一眼 然后才朝廊道出口过去 宁一回头看时 却见一人身材高手 穿了一身动物绒毛的大衣 另一人看来却像是一名贵公子 两人的步伐都相当稳健 宁一想想也回头走了过去 除了廊道 是一排接着楼梯的平台 便能看见大厅中的情况 房间里走出来的两人便站在这里往下看 大厅之中这时候热闹烧简 从燕翠楼请来的姑娘正在舞台上表演 宁一站到那两人旁边朝下方看了一眼 随后向旁边招招手 叫来一名小二 问过了舞台上表演的姑娘的名字 再不多看转身离开 大厅一侧的一张桌前 聂云竹陪着秦老正在那儿与殿小二说话 桌上还没有东西 显然秦老才刚刚过来坐下不久 早几天在秦老那边便听老人家说过 逐季二点开张之后 有空了他是要过来看看的 旁边那两人方才注视的 也正是这个方向 房间里的张瑞正在与周沛说着话 对于方才宁一的离开 张瑞与李同的解释 该是宁一落荒而逃了 周沛心中却知道不是这样 宁一与远景儿离开 让他心中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起来 恨不能追出去偷看一下 毕竟一个是第一才子 一个人曾经的青楼四大行手 说不定真有什么纠缠 匪测的爱情故事 只是他一方面不太喜欢宁一丢面子 另一方面对于早上的事情 还有些赌气 也就没有跟着出去 只等着宁一回来 奔回一城 对于师父能奔回一城 这个没什么可怀疑的 只是不知道用什么理论而已 张瑞方才针对宁一说的一些言论 讲得正开心 也便对着周沛做出 尊尊教导的样子 主要是为了让这聪明的小郡主 迷途知返 认识到谁才是更好的师父 李同则在想着 待会儿宁一过来 该是无话可说了 只是这事情也有些奇怪 才子之间一想互争一口气 旁人若说自己错了 这边是绝不能承认的 但今天那宁一眉火气 就笑着几句 你说的有道理 实在也让人难受 待会儿他来了 得说的再严重些才行 往后传出去 必定要让人认识到 这宁立恒丢了面子 他随后又想起 这店铺名叫锦儿店 以及那看起来很像 袁锦儿的女人 一时间将心思放在了上面 不久房门终于打开 宁一走了回来 首先确实想坐在一旁 俨然隐身的王府侍卫 宋谦轻声说了几句话 那宋谦皱起眉头 神情严肃地出去了 宁一朝这边过来 李同笑道 立恒 方才我与老张又聊了一阵 有些想法 那张锐皱着眉头 倒也不只是想法了 立恒 我确实觉得 此事颇为严重 事关向王爷将来 不可轻忽 你这几日 终究是要有个说法才好 否则 不仅将在王府之中传开 老朽也将向王爷建言 此事倒并非针对于你 忍则 忍则 老人话没说完 眨了眨眼睛 李同也将眼睛瞪圆了 一旁的周佩正缩着脑袋啃高点 嘴巴张着 一时间没能咬下去 宁毅此时并没有回答两人的话 他回头望了望房门 却从房间角落 拿起了那包了五把突火枪的长包袱 他将包袱放在桌上 解开了 看了看 抄起一把枪 解开一只小小的火药包 将火药往枪管里倒 拿根长铁签 捅了捅 开始填蛋 此时宁毅站在那儿 进行手上的工作 与那无聊的辩论 已然没了兴趣 云桌对面 张瑞跟李同都在坐着 不知道 这家伙要干嘛 宁毅装填了一把枪 想想 又去装填另一把 目光扫过两人的面上时 还冲他们善意地笑了笑 嘴角却是往门口那边撇过去 当然 眼下的张瑞与李同两人 是没办法去注意到这样的动作了 你 李同咽了一口口水 君子动口不动手 结结巴巴地 说完这句话 他也没办法再说下去了 哪有这样辩论的 因为说他 奇巧 银技没用 就要把自己两人给崩掉 宁毅取出身上的一根火折子 打开 在手上晃动了几下 吹燃了 随后在盖上收了起来 然后将两把装填好的突火枪包好 以随时可以抽出来的姿态 背起来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外面有些事情 你们在那边坐会儿 也许是搞错了 他想了想 又道 希望是搞错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165章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58亚居 后期制作 巨58以类